韩国总统尹熙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6日在日本东京举行首脑会谈 韩日首脑在会谈中宣布 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全面恢复正常 双方决定加强经济和安全合作 并就重启穿梭外交达成了协议 此前在日本对韩国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后 韩国政府宣布 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文在寅政府认为 日本以安全担忧为由 对韩国采取出口限制措施 因此不能继续与日本共享敏感的军事情报 于2019年8月通报日本 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之后韩方虽然暂停 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终止决定 协定得以维持 但在法律地位上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尹锡悦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刚刚在首脑会谈上 双方宣布 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全面恢复正常 分析认为 此举使得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确保了法律上的稳定性 另外 随着韩日关系改善 未来还有望举行韩中日三方领导人会议 日本首相表示将研讨在适当时期访问韩国 两位重脑表示 今后将不局限于形式进行会晤 继续就各项议题展开具体协商 即使 映画